在这里,作为一个古来的女儿,作为柔佛舟出身的人,我要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我爸爸来到现场了没有,我相信很多在古来跟我同一辈的小朋友,年轻的一代,都有一个经验,无论是我们的爸爸还是妈妈,都可能在新加坡工作。 每天早上,要么每天早上,起早摸黑,五点就要骑摩托,到新加坡工作。 我们80,90年代听到有人跳飞机,跳到澳洲,跳到美国,跳到日本,跳到欧洲,对不对? 我们柔佛人不跳飞机的,我们跳什么?我们跳摩托。 我们跳摩托,跳到哪里去?我们跳摩托,去新加坡跳摩托。 从几何时,我们柔佛人进新加坡是去shopping的,因为马币高过新币。 但是80年代以后,我们柔佛人却沦落到,要去新加坡跳摩托。 我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为了要养家,一个礼拜只回家一次。 就是为了去新加坡,贡献新加坡的经济,做黑手,修车的。 我们古兰有很多拥有,一门专专业技术专长的乡亲。 我们一眼望过去,这里很多修车厂,很多重型机具,那些都是专业劳工。 但是马来西亚的政府,不重视专专业劳工。 我们的政府讲什么? 国政政府讲说,你要把孩子送去念理科,都要念医生,都要念去研究室,做研究的才是人才。 那些做底下的不是人才吗? 能够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其实都是能够贡献马来西亚经济的人才。 大家说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柔佛州,特别多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但是这些人才,我们留不住,我们留不住我们自己的人才。 他们未必是要念到大学的人才。 他们可能是出去做学徒,学到回来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但是却因为这里的薪水越拉越低,越拉越低,越拉越低。 拉到最后,大家受不了了,只好去新加坡,跳摩托。 结果,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赚新币不要紧,我们辛辛苦苦的赚新币。 一对2.5,现在兑换兑到一对2.5了。 我们赚新币赚得那么辛苦,我们赚回来了之后换成马币。 我们还要担心被人抢,对不对? 马来西亚柔佛的治安有多差? 我们的治安差到,这里很多小姐都知道。 我们过一个马路,原本背右边的,要换一下左边。 背左边的,过一个马路,要换右边,对不对啊? 更重要的是,你可能连出门,开了一个门都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看一下有没有人跟踪你回家。 马来西亚的治安,过去不是这么糟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屋门前玩,不会担心被人拐走。 但是今天的父母亲,敢不敢让小孩,打开大门出去玩耍? 不敢。 我们怕自己的小孩被人拐带。 我们连在家里都怕被抢。 远的不说,我们说印大普拉,大曼德拉带,很靠近而已,对不对? 五分钟,大曼德拉带发生什么事情? 大白天都有人来抢车。 大白天抢车是什么状况? 我有朋友住在那一区,装了阿拉,结果阿拉想啊想啊想啊想,他也不理照样进来抢。 还有人在家里。 为什么匪徒如此胆大包天,连警察都不怕,警铃响了也不怕? 因为他知道,就算他抢了你,报了警,警方也无法查案,查个水落石出。 所以,他就赶赶的抢。 马来西亚的治安这么坏,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的经济太差,贫富差距太大。 有钱的人太有钱,我相信这里,大家都是小康之家。 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些,Rosma的太太那样啦,动辄就买多少百万的钻戒啦。 然后一次过买好几百万的包包,而且一款几个颜色一次过少完。 我们太太被抢的包包,可能都是去前面巴萨马拉买的十块二十几块的包包,但是我们却要担心被抢。 但是Rosma她拿着一个几百万的Burking包包,却不用担心被抢,因为她有保镖,她请得起保镖。 我们小老百姓请不起保镖。 我们只是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却没有办法获得警察的保障。 这样的政府,我们要不要换掉它? 我们谈治安问题,我们常常怪警方。 但是我要跟古来的乡亲讲,不要怪警察啊,为什么不要怪警察? 因为警察也做得很辛苦,警察做得怎样辛苦啊? 大家听清楚哦,每一个,每一个啊,在查案CID部门里面的警察。 我们有一个警察在那边查案,就有一个警察来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这个我们是谁啊?在野党政治人物,意思就是说,我们政治人物才多少啊? 他们也派这么多警察。 马来西亚人口2800万,他也派一样多的警察,人数差不多6000多。 全马来西亚就只有6000多个CID,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但是你们明明缴了很多税,但是国阵政府却只用, 6000名的CID,全国,不是古来而已哦,全国只有6000多名的CID。 所以讲到这里,我要问我们的Multimedia组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放一个广告片,非常简洁明了的让大家看到, 我们明年政府究竟要怎样解决治安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他是否厉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发表辑数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将达成为200%的数字出称人物 以后的数字入优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200倍 大家说好不好 2008千 不是200倍 2008千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6000多名CID 我们要增加到 18000名 好不好啊 好 我们纳税人的钱 要用在对的地方 要用在对的地方 保障人民的安全 让大家走在路上 不需要担心你的包包太大 太容易被抢 更不需要担心你的孩子 打开大门出去玩 会被人拐带 也不用担心说 你的孩子去上下课 一不小心你忘了 晚了一点接送 他人就不见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 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可以好好生活工作的政府 我们明年 在我们的成题书 在我们的宣言里面 承诺了很多 但是大家会问 我们明年做不做得到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们明年在雪州 在滨州 已经证明了 我们可以做政府 我们可以做得比国阵更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众多中央领袖 张念群 刘正东 还有我们民主行动党 很重要的资深领袖 林吉祥 南下柔佛州 就是因为我们 唯有改变柔佛州 马来西亚的政治命运 才会改变 大家的命运才会改变 古来 是我们的前线 我们只有拿下古来 我们才能够赢枕林山 赢了枕林山 居然才有希望 假设这三个选区 我们都赢不下来 我们变天无望 所以古来的朋友们 你们的角色很重要 你们是全国人民在关注的选民 只有你们决定用手上的一票 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其他的人才会跟着 跟着你们的脚步 猴下这重要神圣的一票啊 我们这几天 在古来选区奔波 很多人跟我们讲说 跟念群跟我讲说 尤其是念群跟我 他们常常跟念群讲说 你让我很为难啊 念群是我们的一朵金花 但是他的对手 在地方上人脉很多 很多人跟我们反映 于是我们昨天去普莱山爬山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们讲说 哎呦念群你让我们很为难啊 尤其是好人啊 但是你下来 我们又觉得票应该给你 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 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古来的乡亲 我们马华工会在这里 派出的两位候选人 的确是好人 他们的确确是好人 但是好人 在一个烂的政党里面 有没有办法有作为啊 有没有办法有作为啊 没有 因为他们连他们的整林山 一席都守不住 都要拱手送给阿朗 你觉得一个连自己的一席都 守不住的政党 他有没有办法代表人民 在国会里面讲话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一票我们能不能够投给念群 可以 可不可以 市乃区我们能不能够守住他 投给民主行动囊 可以 这一届大选 我只要跟大家讲 我们投票的原则很简单 如何简单 我们人生病了 人生病了 就要去看医生对不对 你头痛头了 头痛了一个礼拜 你就要看医生做检查 对不对 做了检查发现是肿瘤那你要怎么办 切掉他 有uncle讲很简单 发现你头痛 肿瘤就要切掉他 那么政府做烂了 做不好我们要怎样 我听不清楚要怎样 换掉他 换掉他 对不对 很简单吗 你不需要去看医生的 我们就在这第十三届大选 敢敢投票 换掉国阵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一届大选 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那么为难 505 我们就去投票 换政府 就那么简单而已 不需要想说还要去看医生 还要去求神拜佛 问一下这一票要怎么投 我们不用想太多 国阵我们已经给了他十二届的机会 一共半个世纪 五十六年 这一次 为了我们自己未来五年 更为了下一代 我们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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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尼加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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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政府好像讲到很简单喔 大家讲换很简单换喔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喊得很高兴 等一下5月5号 开票开出来的时候 我跟念群哭成一团啊 我就要来找你们算账了喔 铁票啊 铁票不够喔 我希望在场的民众 能不能够 每个人 每个人打十通电话 打十通电话做什么 打十通电话 给你的朋友 无论他是住在这里也好 住在其他的区的也好 能不能够打十通电话 请他们回家投票 住霹雳的 回霹雳投票 在新加坡工作的 怎样都要回来投票 在美国的 买机票 回来投票 就是为了改朝换代 可以吗 这一场 改朝换代的战争 选战啊 我们讲战争真的是选战 两个阵线打得很激烈 我们每一票都不能少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每个人帮我们打十通电话就好 我们打不了 因为我们这里人手非常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打一百通 一千通电话出去吹票 但是只要有你们的协助 每个人十通电话 我们要求不多 就每个人十通电话 跟你的朋友讲说 这一届我们赶赶换 让明年做做看 好不好 好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这一场选战啊 这一场选战是马来西亚的 英文讲说 Mothers of the election 选举之母 意思就是说 这是马来西亚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最盛大 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我讲说 这一场选举 是Batters of the Century 世纪之战 这场世纪之战 将会决定 我们马来西亚人 未来十年 二十年的命运 比例和Ryat Umum kotikah Blasni 阿德拉 比阿RU 一样阿MAD 奔定 奔了 的奔定 给巴德 什么Ryat Malaysia 可然呢 比阿RU kotikah Blasni 阿德 能够看 Destina Si Ryat Malaysia 意思就是 国家 所发生的 Celerbass PRU-Kotikah Blas 而能够看 Destina Si 给大家 所有人 在10年 或20年 如果 我们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我们不要来纳斯厂 我们不要核电厂 盖在柔佛州 我们不要石化工业区 落在柔佛州 我们这一票 就要勇敢的跟国阵讲no 好不好 好 大家看看 过去的堡垒州 有什么下场 定存州啊 我讲一点点就好 因为过去 我曾经在柔佛 沙拉瓦州 助选几次 沙拉瓦州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州数 结果 这个定存州有71个议席 州议席 国会议席 三十几个 这个定存州 最毒的东西在那边 最大的水坝在那边 八棍水坝有多大 这个水坝有一个新加坡大 一个水坝有一个新加坡大 住在那个区域的人民 通通被逼搬迁 迁到一个 他们没有办法 种植他们的稻米 找不到工作 屋子很简陋的地方 赔偿也不够 这个就是国阵政府 对待他们人民的方式 我们再看看八汉州 八汉州跟我们柔伯州一样 也是定存州 我们的首相纳吉 过期首相纳吉 他的选区北干 北干 也在彭亨州 他在彭亨州做了什么好事啊 彭亨州有什么啊 彭亨州最多毒 Linus 有Linus不够 还有什么 意思就是 你越是把票投给国阵 他就把阅读的东西送给你 所以这一届大选 我们柔伯州 如果不要像彭亨州一样 如果不要像沙拉瓦州一样 我们柔伯州人民就要敢敢换 好不好 还有 还有什么 我们柔伯州 古来 大家很重视一个议题 古来划小的拨款 无论全金半金 全金贴还是半金贴华小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华文小学 我们的独钟 以后不需要像乞丐一样 每年都出来募捐 对不对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可以好好专心的念书 对不对 我们更希望国阵政府 可以平等 一视同仁 对待所有原流的学校 对不对 我们明年政府 在雪州 在槟城州 每年制度化拨款 尤其是槟城州的独钟很幸福 槟城州的独钟 校董都讲 哇 2008年之后 他们不需要像乞丐这样 每天去敲槟州政府首席部长的门 拜托拜托 大选快要到了 给我一点糖好不好 一百万两百万 现在是每年 州政府打电话给他 出信给他 喂 你还不要来拿钱啊 钱要给你了咯 现在是明年政府要上海 怕你不拿钱 所以 古来的人 你要不要拿明年政府派的钱啊 要 要的话 505要怎么办 505 505 我们要一个可以制度化改革的政府 何为制度化改革 制度化改革就是 我们订好每年 这笔钱 讲要拨就拨 拨给滑小多少钱 拨给独钟多少钱 拨给弹米尔学校多少钱 拨给宗教学校多少钱 都是讲好的 我们不需要滑小的懂事 不需要独钟的懂事 像乞丐一样 更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像乞丐一样拿着筹款箱 上街募捐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专心的念书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 不需要缴第二份所得税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一个可以制度化拨款的政府 我们不要一个每次到大选来才跟你说 我这里有钱 五千块 但是你拿去了之后 可以不可以回一点给我 我相信很多在这里做社团 理事做社团里面的干部的 古来乡亲都知道 每一次到了大选 就有这样的好康头 就会跟你讲说 我这里有特别拨款 你记得来申请 但是要记得 三年还是五年才有一次 但是明年呢 每一年都给 这个叫做制度化拨款 这个就是明年要做的改革 我们不需要 大家来求 大家来拜托 只要你符合条件 我们就给 不看肤色 不看种族 明文讲好 这个就是一个好政府 对不对 对 更重要的是 人民有需要 我们依照人民的需要去给钱 就像我讲的 我们讲好 不需要反悔 我们也不需要等流连掉 我讲过很多次 我是独中生 宽中毕业生 宽中毕业生 一个独中毕业生 我们最期盼什么 我们的同考文凭受承认 直到现在我的同考文凭在国外受到承认了 我都毕业回来了 我都毕业回来了 但是我的中学文凭 大学文凭还是不受承认 但是不要紧 我还是可以代表大家 对不对 我也不需要等他承认 对不对 对 更重要的是 只要你把票投给我 你在古来宽中念书的孩子 还是你亲戚的孩子 朋友念 朋友念独中的孩子 他的学历就可以获得承认 因为明年承诺 我们一上台 就承认独中同考文凭 好不好 我们不用像Najib这样 还在研究 半年前新洲日报头条讲说 大致上已经confirm了 我们研究研究 再过三个月 我们考虑考虑 再过三个月 他讲什么 大致底定了 我们现在等榴莲掉 但是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用等榴莲掉 再多13天 5月5号 我们明年开好榴莲 请你吃好吃的榴莲 好不好 你只要投下一票 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你只要投下一票 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 就不用像现在过的一样 提心吊胆 我们明年要做改革 我们要在联邦做改革 在州做改革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协助 你们可以不可以 把票投给明年啊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5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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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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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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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